这次武费很帅 非常帅 纠集帅 而且其中有一个武费三形态 好 来聊会S10 阿伯刚昨天回来的 昨天从拳头测试回来的 我不能讲那些不能讲的东西 反正我签到保密协议 要赔钱了 你尽情说罚款 我来你 首先 英雄之力没了 这是第一个 然后城邦是有的 但是是不一样的城邦 然后呢 S10设计师说了 确定的两名三名 三费英雄 还有四费英雄 死哥和阿木姆 那你就可以去推断了吗 死哥是武杀摇滚 对吧 一共六名武杀摇滚英雄 那既然是音乐赛季 死哥都上了 作为一张四费 那其他的几名武杀摇滚 肯定也是会上的 这个是设计师自己透露出来的 这个可以说没问题吗 有两个英雄是双形态的 这个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不涉及到核心可以跟他说 那S10不会有刺客羁绊 这个设计师说的 但是呢 个别英雄 有刺客的功能 同样可以牵你的后排 所以不是完全没有 他只是没有这个羁绊 但还是有这种英雄 等级上限突破到10级 但是我们玩下来呢 发现上等级更容易了 7级需要的经验变少了 8级需要的经验变少了 然后呢 S10保留了一个海克斯 但是会取消新啊 什么这样的羁绊 那这个其实你们也可以想嘛 就取消了新 魂这种羁绊 但保留了海克斯 但同时又可以让大家凑出高羁绊 怎么凑呢 这个其实设计师也暗示的很明显 我能讲的基本都讲完了 就这些东西了 我能讲的 给个评分 从娱乐性 竞技性 适配新手度 武费炸裂度 还要创新性吗 创新性 先加个创新性为度 给个评分 满分是10分啊 仅代表个人 娱乐性S9 我觉得 我们就拿第一个版本来说 我们只说第一个版本 上线那个版本 我觉得 9分 那个龙太帅了 40层皮层龙 还是多少层啊 直接收全部光明装备 还有收三星武费爽的 进击性S9 我觉得只能给到6分 S9不算是一个特别高进击的 武费炸裂度 S9的武费炸裂度 我想想 当时测试一下 好像只有一个建模 可以一打 一打其他7个三星武费 其他都打不过 只有建模 但这一次有两个到三个英雄 可以一打7个三星武费 所以武费炸裂度S9输了 6分 这个武费炸裂度是8分 上升 6分 下来看S9挺高的 进击6分 娱乐9分 进击甚至可以再减1分 我觉得S9的进击 在我心里只有5分 S10 娱乐性 我们内测的那个版本 那个娱乐 它出bug了 那个娱乐机版 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能收束什么 但是 介于它是一个 延续了很多的 像弧星那种的一个收彩节制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会低于8分 设计师 设计师开会的时候也跟那个设计师问了 他说娱乐度是很高的 可是我们没体验到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低于8分 竞技性 8分 S10是一个竞技性比S9要好很多的版本 适配新手度 如果S9是6分的话 那么它的适配新手度应该在6.5到7之间 5费炸裂度9分 S9创新性你们觉得几分 我以你们的那个来给个S10的吧 创新性 创新性8分是吧 OK 那么 可能要裂开了 4分 可以加一分 它主要主打的是一个音乐 就他们有个专门负责音乐那一块的 说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做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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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我玩的时候 不好意思 就是我文化水平有点低 我没听懂 我算一下均分了 均分6.8分 均分7.2 S10的均分比S9要高兄弟们 高在哪 高在这个5费炸裂度呢 高在一个5费炸裂度和一个晋级性 然后娱乐性也不低 适配新手度也不低 逼来一个创新性 95强度和这个版本比 我还真玩了一把9 碾压这个版本 我不告诉你们是什么东西 这样就不算泄密 但是我告诉你们 我有一把内战 4-210轮口70块钱转95 兄弟们想象一下 我拿了上线最高的三个海克斯 然后4-210轮口70块钱转95 4轮口70块钱转95 血量50以上 我忘记距离多少 不是不是那个一血触发的那个东西 血量50以上 银级上级 单彩双筋的笔 打出来的 S10聊完了 大概就这样吧 反正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我觉得 融合 有点融合 但它融合的是最好玩的东西 只能说设计师很懂 他给的是你最想要的东西 全球最好玩的 发生这样 可以忍得